各位觀眾大家好 其實這支影片我本來是打算這個禮拜二或三的時候要上 但是呢 為什麼沒有上? 因為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這個影片大概從頭到尾90%的時間是沒有交的 雖然很微妙 看起來平常還看得清楚 但是其實專家就一定明白它其實是沒有交距的 所以是一個不合格的影片 但是因為我這禮拜才太忙了 我一直沒有時間重錄 所以我本來就想說 也許時間過了 搞不好根本就不需要上 但為什麼我決定還是要把它放出來呢? 原因是因為在昨天的時候 中天電視台 還有一個大概十萬訂閱左右的小網美 他就特別的把我之前在半年前 大港開唱的時候影片把它抓出來 原因是因為最近這段時間裡面 大港開唱停辦這件事情 在網路上引起了非常多的爭議 那我想有一些韓國瑜的支持者 他們想要透過我的在半年前的這個表演 來證明這個大港開唱 是一個非常低俗的這個文化表演 如果你認為大港開唱 是一個不入流的音樂季 或者是文化展演活動 我敢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打包票 你一定是一個不聽團 也從來不參加任何音樂季的人 所以老實說 跟你們討論 到底大港開唱 音樂季到底有什麼樣的藝術 或者是文化價值 我覺得根本是浪費時間 因為如果你真的是有在聽團 有在去音樂季的人 你一定明白 大港 它在台灣的這個音樂歷史上 佔有一個什麼樣的地位 如果你是一個喜歡音樂的人 而你對大港開唱有一些小小的抱怨 你覺得它有一些營運上的一些缺失 這非常的合理 但你絕對不會懷疑 它在台灣音樂歷史上的一個價值 那也有些人在網路上批評說 這支影片 它沒有辦法給小朋友看 這個說起來就奇怪了 本來大港開唱 就不是一個辦給小朋友的活動 如果你真的很在乎 你家五歲還是七歲的小朋友 在看什麼樣的內容的話 請你記得 晚上幫他打開電視去看巧虎 或者是週末的時候 帶他去看直風車 台灣有這麼多的活動 這麼多的演出 不適合你家的小朋友 你不一定要帶他來大港開唱 也有些人說 我講話非常的低俗 不算是一個入流的表演 老實講 什麼叫好的表演 我剛才也說了 我懶得跟你爭論 因為我不覺得你懂 有一些人 他批評我說 我覺得講話很低俗 言語粗比 譬如說裡面講了 非常多 具有台灣本土 離俗感的一些髒話 三個字的、五個字的、七個字的 譬如說什麼 XX娘 這個話很髒 大家聽了不舒服 太台了 我以後 全部該講 XX內的 你是不是聽起來就舒服很多 如果 我本來講 XX娘 XXX 你覺得很髒 我以後就變成 XX內的熊 我相信 你一定覺得很讚 你一定覺得 哇 優雅 高級 充滿文化 怎麼樣 可以了嗎 激動的地方過去了 我們現在 再來談最後一件事情 在大港開唱停辦之後 其實我們發現 有蠻多人 我們針對高雄的現況 我們做了很多批評 譬如說批評市長 批評他的支持者 甚至於有人直接就講說 哇!高雄一點文化都沒有 其實這句話呢 我相信很多高雄人聽了 其實是蠻難過的 舉個例子來說好了 我知道高雄有一個很棒的電影館 我認為其實那個電影館 它裡面不管是在硬體 還是在軟體 方面 其實我覺得它都跟全台灣所有的電影館 比起來毫不遜色 甚至可能更加的優秀 舉個例子來 像我去年參加的VR電影展 哇!全台灣有投入這麼多資源 在這種尖端的科技 然後去培育 然後發展這種虛擬實境的拍片手法 除了高雄電影館 我沒有在其他地方有看到 我認為一個地方是不是有文化 並不是由他的市長 或者是一些腦殘的支持者來決定的 而是由他的市里 或是在地 所有的人事共同所推動 所以在我的心裡面 我仍然覺得高雄是一個很棒的地方 那只是很可惜的 就是從明年開始 就沒有大口開場了而已 那希望未來 明年2020年1月的時候 大家這次再做出正確的選擇 因為文化 這累積是很緩慢的過程 但是要毀滅它 只是一朝一夕而已 好啦!就這樣 我是上班不要看的瓜吉 忘了廢話講太多了 謝謝大家 我覺得大港開場跟瓜吉的這番話 不只是高雄人要聽 台灣人要聽 要關心台灣音樂歷史的國際界人士 更需要聽 來!張宇尚老師 其實韓國瑜說的那番話 我回瓜吉所說的 其實是兩種角色的導患 韓國瑜做的是什麼 韓國瑜做的是把政治給綜藝化 但是他對人家的表演 把它弄成藝術跟表演的政治化 這就是兩者之間的差別 做一個政治人物 你每天爆出口 把自己弄成是諧星一樣 基本上我們對政治人物的期待 是這樣子嗎 還好意思昨天有位教授告訴大家說 哇 韓國瑜基本上是台灣的邱雞 跟羅斯福 我聽得簡直快昏倒 就不再說這裡面的面霧在哪裡了 你自己低俗不堪 把台灣的政治水平帶低 對不起 你是政治人物 但是藝術跟表演 基本上是多元文化的象徵 還有很多的刺激的文化 你卻把政治的符咒 或是把那個高級外神的意識 放在本土文化之中 我覺得這又是另類的一種歧視 或是一種自大的心態 觀眾朋友們晚安 我是廖小君 歡迎鎖定新台灣加油 看出所謂的發大財的趨勢嗎 國家的走路線到底是什麼 接地氣聽民意 9月30號開始 每週一到週五晚間八九點 主持人廖小君 帶您一起為新台灣加油